云南香格里拉这里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很多人说除了梅里雪山和虎跳峡 不知道香格里拉还有些什么 其实云南九个五威景区香格里拉就有一个 那就是普达错国家公园 而且冬天的普达错可能还有大多数人都没见识过的美 今天我们就从独克中古城乘坐大巴车前往普达错 感受一下这里独特的高原冰雪世界 大家好,我是汽哥 我们现在是在云南香格里拉 我们身后就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 普达错国家公园 现在这个季节进去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这两天刚刚下过雪 然后又放晴 今天的天气特别特别好 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冰雪事件 我们现在进入景区 普达错国家公园是云南九个五威景区之一 也是香格里拉唯一的五威景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里还是大陆第一个被命名为国家公园的地方 普达错很大 整个公园大概有1313平方公里 公园里的山峰地貌高低起伏 最高处达到了4670米 最低处为2347米 巨大的落差 造就了这里既有高山草垫 也有深沟峡谷 湿地湖泊 原始森林的独特风光 下过雪后的普达错公园 真的犹如神奇的冰雪世界 我们在距离景区入口 大概四公里的地方下了车 这里是普达错刚刚建设好的 香格里拉冰雪之约 作为几乎没见过雪的广西人 我们肯定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这也太好玩了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雪 从来没想过 坐着轮胎从雪坡上滑下来 是这样的感觉 我来了 赚钱了 太好玩了 我们像两个没见过市面的孩子一样 在雪地里撒欢 很奇怪的是 这个时候根本就感觉不到冷 玩雪球 滑滑梯 坐冰雪辆用车 我们好像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放肆的开心过一次了 走喽 傻子 我们现在只是进入景区的第一站 这个冰雪世界 其实可以玩很久很久 大家都还舍不得走 但是我们要继续往景区里面去逛一下 其他的景点 走吧 坐上车继续行驶一段路程 就到达了普达错的核心区域 这里是蜀都湖 曾经点燃过奥运火炬的地方 这里也是进入普达错的游客 主要游览的区域 在这个季节 冰雪已经将曾经的草地覆盖 此刻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色 跟夏天的清新明朗相比 冬天更多的是一种纯洁的美 树木 湖泊 雪地 一切都是那么的干净 世界的香格里拉 世界的徒步胜利 如果这次不是行程过季 我们是很想躲在这里待几天 晚几天 感受一下这里让人放松的慢节奏生活 太美了 冬天的普达错 大家看一下 简直就像是 怎么说呢 AI做出来的这个画面 我们这个背景 好假哦 对啊 都不敢相信 这是真实的 后面就是蜀都湖 前面就是张姐谢娜 结婚的那个地方 蜀都湖旁边的站道很长 徒步走完需要50分钟 左右 但是一路的风景不会让你感觉到无聊 当你从湖边进入树林 还会遇到一些很可爱的精灵 这里的小松鼠真的很神奇 他们不怕人 甚至还会爬到你的身上 与你互动 真的太有意思了 人与自然 在这里真的可以很和谐 之前有朋友跟我们说 香格里拉的冬天 不好玩 但是我们觉得冬天真的很美很美 这个普达错 也可能是我们夏天见太多了 像这样的冰雪世界真的是很少见 对 所以就感觉特别兴奋 太美了 真的很美啊 自愈人心啊 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 就是来这个景区 一定要尽量早一点 这样子可以把这些景点都逛满 因为它普达错里面有很多景点 像我们今天就逛这个 鼠都胡都用了几个小时 太大了 当然了 还有最后一点 能自驾尽量自驾来到香格里拉 这样子玩是最美的 好 今天我们就先这样 要去搭观光车回去了 拜拜